寒冷的冬天 炎熱的夏天 意味著咱們又即將起乘 想到達明天 現在就要起乘 一連兩度的法國巴黎 英特許利內衣布料展 又在7月初展開 工作的時刻又到了 所以 開戲囉 雖然說是工作 但畢竟到達了不同國家 於是這次稍微轉換點心情去遊玩 並盡量呈現給各位 上次沒有看到的風景及情境 這次並不是直飛 那我們由台灣出發至阿姆斯特丹 再轉機至巴黎 所以光來回搭乘飛機的次數就是4次 包含起降各8次 對於飛機恐懼症的我 實在是不小的壓力 帶大家先來看看阿姆斯特丹的機場面貌 嗯 對就是這樣子 那這是在巴黎與阿姆斯特丹之間的風景 因為天氣非常好 幾乎沒有雲 非常的漂亮 第一天 咱們做四調來看看流行的趨勢 來看看巴黎的明電街 诶 等等 我的雷達有反應了 嗯 第一天結束 說得比唱得好聽 你命在就是分贓 再來第二天 整是不展的狀況 今年採用頗有藝術氣息的畫來增添不同的色彩 讓自家的布料染上一層特別的薄紗 在辛苦一番過後呢 在整場附近找了一家餐館來吃飯 來看看吃什麼吧 第三天 一個充滿陽光的早晨 我聞到了工作的味道 吃完早餐過後開始第一天的展覽了 這是展場外的一個圓環 廣場上有個噴泉還蠻漂亮的 接著我們跟著走 诶 我的雷達又有反應了 走進去後還有一個休息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位置 雖然是抱著稍微遊玩的心態來的 但還是得將重心擺在工作 嗯 奇怪 當然來到巴黎的那一展哪有不看內衣秀的道理 這次也不私藏 直接為各位帶來養眼的 巴黎始終內衣秀 養眼是養眼 但各位發現了嗎 每個媽頭都沒有穿高跟鞋 卻還是要定著腳踮總修 且在面容方面還是展現得非常有志氣 我想這就是 激烈的精神 也能給我們這些 變態呢 看到最美的畫面 那既然是工作 還是要貼幾張工作照來告訴自己 確實有待工作 第四天是工作最繁忙的一天 第四天是工作最繁忙的一天 事情還是要做 在國外搭訕妹子也是一項必須的事情 於是找了個整場內漂亮的工作人員拍照 注意怎麼攻略呢 上一次有教了 去翻翻上一次的巴黎影片版 回到工作上還是要認真的與客戶互動 這裡也附上幾張客人互動招 在今日最後一個客人的時候也有 很多人注意到了我們 藝術的部展 正在一輪紛紛 當然重點也不在這裡 就在這裡 第四天的最後當然也附上 三天都有的那一秀 給各位大炮艷福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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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亨州的華盛閉 是我們的壇大王 黑白宮 是個人的 副男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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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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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我来讨论的时候 第五天 除了展内的工作外 也要去隔壁的展覽看看學學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的展覽是內衣的布料展覽 另一邊則是內衣展覽 那當然也不思常 工作的乏味過程就不貼了 直接給各位看看Fashion Show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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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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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